南投仁愛鄉災情淹水都退了 但救災口水還沒退 國民黨團批評陳建仁內閣團隊 對南投仁愛救災不利 還怪給南投縣長許淑華 林宥昌在臉書又補一刀 林宥昌12號在臉書發文 點名南投縣長許淑華 為了轉移防救災不利 造成廣大民怨 這幾天發言扭曲 還惡意攻擊陳院長和中央 還原8月3號南投縣府應變中心 是三級開設 到了8月4號才是二級開設 一直到8月5號才提升為一級 反應實在太慢 而且在災害發生後 也沒第一時間進駐鄉公所 掌握災情協助調度 反觀高雄第一時間 就由秘書長進駐 問南投縣府災情 不是太慢回報 就是一問三不知 最後再提到好脾氣的陳建仁院長 為什麼生氣了吧 但南投縣長許淑華也出面反擊 南投縣府秀出救災時間軸 從8月2號開始翻批陳建仁對實際災情 缺乏掌握 院長會認為南投救災不利嗎 行政院長陳建仁十三號到彰化出席 動工典禮聽到媒體二度喊話 一路微笑不回應 維持一貫好脾氣 但這場救災 政治攻防戰藍綠爆氣 誰也都沒留下好口氣